好啦 我們來做個練習 立體 24.3公克的鎂 跟足量的氧 意思就是氧絕對夠用 用到有剩 用到有剩 足量的氧 可以產生多少木耳的氧化鎂 總共有幾公克 題目可能直接問幾公克了 沒有問幾木耳 老師說第一步做什麼 老師剛才說第一步做什麼 寫方程式 寫出均衡的氧化氧反應方程式嘛 好 所以寫 這個是少數題目沒有跟我們講 什麼都我自己叫會寫 少數我們自己叫會寫方程式的 煤加氧變成氧化煤 好 老師說第二步做什麼 第二步做什麼 一 寫方程式一起的平衡 第二步做什麼 乙枝跟所求都換成什麼 墨數 乙枝跟所求 乙枝什麼 乙枝24.3公克的鎂 請問你 質量怎麼換成墨啊 質量怎麼換墨啊 很好 除以原分子量 很好 除以原分子量 所以鎂就是原分子 原體量24.3 24.3 除以24.3 那求氧化鎂幾木耳不用換 墨你不用換對不對 S墨不用換 墨不用換 好 換完了 好 老師說第三步是什麼 墨數筆就是均衡係數筆嘛 乙枝的是鎂 球的是氧化鎂 剛才都換成墨了 墨的筆就是什麼筆 均衡係數筆 那方程式就是2比2嘛 對不對 鎂是2嘛 氧化鎂是2比2 所以就寫下來 寫下來 墨額數筆就是均衡係數筆 鎂比氧化鎂是2比2 剛才就鎂幾木耳 一木耳 氧化鎂幾木耳 S墨額 所以1比S等於2比2 那所以S多少 1 算完 一木耳 哇 可以嗎 好 那下一個 幾功課 我知道一木耳幾功課 來 我們前面學過了 給木耳怎麼換成質量啊 給木耳怎麼換質量 可以原分質量非常好 可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小瓢蟲也告訴我嘛 質量遮住 木耳乘以原分質量對不對 OK 所以 木耳 那 有題目有告訴我 氧化美分質量嗎 沒有 要自己算嗎 我有沒有跟你講過 過了 教原質量分質量這個之後 就沒有人直接考你分質量 就沒有人直接考你分質量 但是題目中要用到 那你會算氧化美分質量嗎 氧化美分質量多少咧 怎麼算咧 氧化美的分質量多少咧 氧化美分質量 氧化美分質量 分質量怎麼算咧 很好請坐下 24.3加16 分質量怎麼算 原質量把它加起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這裡沒有血癢啊 我要你背 你還記得嗎 我是有四個要背 有沒有 炭 金 癢 蛋 這四個要背嘛 這四個有可能不給 其他的一定都會給嘛 所以癢有背嘛 十六嘛 所以就二十四點三加十六 答案叫做 四十點三嘛 就很簡單嘛 墨乘下去就好了嘛 一乘四點三叫做 四十點三克嘛 所以答案就是四十點三 做法就這樣做 很簡單嘛 我再說一次 第一步做什麼 寫出方程式並且平衡 第二步做什麼 以資跟水都換成什麼 墨 第三步做什麼 墨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 然後就數學比就答案就出來了嘛 這就是我們的做法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 對你們都可以吃法 已經說 Alice 感谢观看